誒不好意思我簡單問一個問題 你會把國產車和性能車聯想在一起嗎? 性能車?國產有性能車嗎? 請問你們覺得有哪些國產車是比較運動化的嗎?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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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真正的性能房車啦 那如果性能車是國產的話呢 跟你說啦 國產我一定買 出國產真的就會買嗎 而且不只是還要有運動化的外型 更要有十足衝勁的動力性能 但是魚與熊掌還真的可以兼得嗎 今天我開的這台車是大有來頭哦 它是近期國產房車車室當中殺出的EP黑馬 Elantra Sport 動力方面呢 跟進口版如出一側 1.6渦輪增壓的引擎設定 擁有204匹最大馬力 以及27公斤米峰直扭力 是目前國產同級車最大 但是圖有漂亮的帳面數據 以及漂亮的外觀 難道就真的等於厲害嗎 我相信有個人可以告訴我的答案 我們一起去找他吧 鳴洞 穿住 鳴洞 刃 衝血 鳴洞 賴洞 衝血 鳴洞 鳴洞 賴洞 哈囉 曉飛哥 哈囉 第一次見到它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很不錯耶 其實我覺得韓國車就有點像韓國歐巴一樣 它的外型很帥氣 身形又很迷人 有種一見傾心的感覺喔 其實Hyundai雖然是韓國品牌 但是這一部以Lentrastport 裡裡外都已經徹底的歐化 就像其他Hyundai的產品一樣 都是在德國蘭克福研發中心 研發與腳條的結晶喔 事實上 Lentrastport在去年就已經以進口車的身分 導入台灣市場了 欸 去年是進口 那為何現在要選擇投入國產化呢 Lentrastport雖然現在是用國產車的方式在銷售 但是它的車身的主要領主件 還是維持進口的方式 所以對消費者最顯著的影響就是 購買的成本降低 而且門檻也有效降低了 其實南洋這樣的做法相當有意思 它將原本競爭力就很強的產品 以更優惠的價格來導入市場 這樣消費者就能夠用更輕鬆的一個代價 來獲得跟進口車一樣的產品水準 那同時南洋呢 也可以藉由更有競爭的價格 來爭取日系或歐系的市場份額 這真是一個雙贏的策略喔 欸 小七哥 為何Elantra Sport它可以稱得上 是目前國產車當中的性能之王啊 你這問題問得很好喔 等一下我們就從幾個面向來一一探討 撇開這些只有外觀和內裝的性能競爭車來講的話 國產的性能當中還有哪一些呢 我今天有做一些功課喔 像是Lustgen S5 Eco Hyper 它擁有1.8升的動力 擁有170匹馬力喔 更強一點的還有搭載了 Ford自豪的Eco Boost動力引擎 中型房車的車格下呢 搭載了小排氣量渦輪增壓引擎 可以爆發出180匹的馬力 其實呢 一點都不亞於2.0升 甚至是2.5升的中型房車喔 尼上Tida呢 也推出了Turbo版的選擇 它的馬力比較大 來到了185匹 扭力呢 雖然跟Focus一樣是24.5公斤米 但是呢 它得從2400轉開始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 比較吃力一點點 單從數據上來看喔 進口版本的 Elan Trustpull 和國產化的Elan Trustpull 馬力同樣都是264匹喔 同樣都是1.6Turbo的設計 它和這幾台車裡面 動力最大的Tida Turbo來看的話 它馬力整整大了快20匹 27.0 KGM的最大扭力 也是這幾台車裡面最大的 最大扭力輸出呢 從1500轉開始 可以一路延伸到4500轉 它與福特的EcoBoost的引擎 最大扭力輸出點還要早 有了更大的馬力 和反應更快的引擎 接下來就看底盤的設定 和駕駛技術的發揮囉 欸 可是像這種高性能車啊 然後又那麼會跑 那它應該蠻好有的喔 其實在高科技的加持之下 玉雄掌是可以堅入的 像Elan Trustpull 它的引擎 採用了鋼面質分設計 再加上渦輪增壓等等 這些高科技的幫助之下呢 它的變速箱是 7速的雙離合器 自手排變速箱 傳輸效率也很好 所以它不只是高性能 它也可以發揮很好的減肥效果 13.7公里每公升的油耗 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就你剛剛實際上開起來感覺喔 這台車以女性的觀點 它有想像中難以駕馭的感覺嗎 隨心所欲是我給這台車的評價喔 它沒有那種暴衝的感覺 那油門採起來是相當的靈敏輕巧 方向盤指向性也是相當的足夠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是一個算是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很好駕馭的車子 用在近年來的產品 除了說它的造型都很亮麗之外 而且它也同時強調了性能 和它的操控性 這也是原廠急於打造 性能化產品線的一個產品策略 那其中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Eventra Sport這台車 而且它在進行國產化之後 讓消費者可以用最合理的價錢 來擁有跟國際市場一樣的性能和品質 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一點 綜合這一些表現 Eventra Sport它也是國產車裡面 相當受人矚目的一款產品 在入口中最適合的一款 在入口中最有限的 在入口中最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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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